第四十集 明帝司马哨 晋明帝档案 生族年公元299至公元325年 父母 父亲是原帝司马瑞 母亲 群氏 后妃 于皇后 宋妃等 年号泰宁 在位时间公元322至公元325年 世号明帝 妙号宿宗 灵寝江苏五平陵 性格聪明果断 人孝恭敬 史家白兽仪在中国通史中点评说 东晋诸地中 为明帝能有所作为 晋明帝名叫司马哨 是晋元帝司马瑞的儿子 东晋的第二代皇帝 他聪明勇敢 平定叛乱 使国家得到了延续 司马哨 自道鸡 是原帝司马瑞的长子 他自幼聪慧早熟 很得原帝的喜爱 十岁就被立为皇太子 他文武双全 礼贤下士 与当时的名臣王岛 于亮 温乔 环仪等人交好 司马瑞在位时 将军王敦专权 司马瑞想除掉他 不想王敦先下手 公元322年 王敦在武昌起兵叛乱 不久 叛军就攻入了京都建康 太子司马哨亲自披挂上阵 打算与王敦决战 后来温乔极力劝阻才作罢 而王敦兼太子有勇有谋 在朝中很有声望 就想污蔑他不孝来废了太子 后因满朝文武都反对才作罢 与司马哨交好的王岛是王敦的堂弟 经他从中斡旋 王敦才趾高气昂地撤兵回武昌 这年润世一月 皇帝司马瑞因王敦的嚣张跋扈 忧愤而死 当月 太子司马哨即位 就是晋明帝 司马哨24岁当皇帝 他很有才华 又正直血气方刚的年纪 很想有一番作为 而原帝司马瑞留给他的是一个危机四伏 风雨飘摇的烂摊子 司马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铲除手握重兵的王敦 而王敦听说原帝死了 新帝即位 就想回到朝中好趁机篡位 于是 他逼迫朝廷争他回去 他本以为司马哨不敢让他回去 这样 他就有借口起兵叛乱夺位了 不料 司马哨亲手写下诏书 将王敦从武昌争回到朝中 不仅没有追究他的叛乱之罪 还赐予他种种特权以示优待 不久 王敦就镇守孤淑 领扬周墓 孤淑是京都建康的西南门户 位于长江重要渡口上 又紧靠京师 是军事重地 公元323年6月 司马哨册封名臣于亮的妹妹为皇后 于亮为中书建 王导为上书令 王导虽然有个谋反的唐雄王敦 但他对司马政权一直都是忠心耿耿 而王敦见王导仍然辅政 以为有机可乘 就加紧筹备篡位之事 王敦有个侄子王允之 是庭位王叔之子 聪明伶俐 很得王敦的欢心 经常跟随在他身边 一日 王敦 王允之 叔侄饮酒后 王允之不胜酒力 先行睡下 而王敦的心腹钱凤正好来与他密伤谋反之事 王允之听得清楚 担心会被发现灭口 就吐得满地都是 装罪瞒过了王敦等人 然后找了个机会跑到父亲那里 把王敦的谋划告知了王叔和王导 二人马上报告给司马少 司马少得知了王敦谋反的计划 立即行动起来 他绝不允许自己像父亲司马瑞一样坐以待毙 司马少很有胆识 他乔装改办 单身独计 潜入王敦的军中查看兵力部署情况 有军士发现他行迹可疑 就报告给王敦 王敦一听 感觉属下说的这个人就是明帝司马少 顿时又惊又喜 不过他也不敢明目张胆的抓皇帝 就派了五个骑将去捉拿 此时 司马少见行踪败路 也赶紧逃跑 逃跑途中 司马少十分细心 马刚排泄的粪便 他就立刻浇上冷水使其冷却 见到路边有个卖吃食的老玉 就把自己华丽的马鞭交给他 说等会儿有骑兵追来 就可以把马鞭给他们看 不一会儿 军士追来 向老玉询问 老玉就说早走远了 并把马鞭拿给他们看 军士们见到镶着宝石珠玉的马鞭 纷纷传着观赏 又见到已经冷却的马粪 以为明帝真的跑远了 就不再追赶 司马少这才得以脱险 司马少掌握了王敦的情况后 就准备起兵讨伐 正巧王敦这时病了 王导就站出来宣布王敦已死 以此来鼓舞己方的士气 瓦解敌人的军心 司马少下诏讨伐叛贼前奉 王敦气得火冒三丈 病情也加重了 不能亲自带兵 就派元帅王寒与前奉等一起发兵进空健康 皇帝司马少亲自上阵杀敌 并组织了赶死队 深夜渡江偷袭敌营 杀得王寒军四处逃散 王敦听说兵败 气得病情又加重 竟然病死了 王敦死后叛军无首 内部争斗不休 被司马少打得七零八落 司马少平息叛乱后 只杀了王寒 前奉等首犯 普通将领和士兵都获得了赦免 不过 王敦虽然死了 尸体也被司马少从棺木中挖出来斩首失重 经过这样一番艰苦努力 司马少终于平定了内乱 巩固了东晋政权 就在他躊躇满志 想有一番作为时 却不幸病逝 明帝在位三年 死于公元325年 中年27岁 葬于五平陵 士号明帝 妙号宿宗 在他短短的帝王生涯中 敢战敢胜 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雄才大略的青年皇帝 可惜 英年早逝 实在是一大损失 惊喜 写